你好 欢迎收看6月8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肖佳慧 县政总咨询来到第五天 8号上午县议员杨华美针对公共图书馆的选址 以及地方发展愿景提出咨询 杨华美表示 县府规划兴建文化局图书馆计划时 应该要尊重专业评估 做好资讯公开 开放民众参与 对于花莲中南区进驻的大型养鸡企业 则希望县长以及县府团队发挥智慧 明确拟定花莲地方发展的愿景 保障县民消弭人民的不安 不应该以模拟两可不确定的话术 回应民众对于养鸡事业撤销执照的需求 花莲县议员杨华美在8号的县政总咨询中 针对公共图书馆的选址 以及地方发展愿景提出咨询 杨华美表示 在花莲中南区进驻的大型养鸡企业 对人民带来生态 社区生活环境 个人人生安全 集体社会氛围等各个层面的不安全感 县长及县府应该要保障县民消弭人民不安 不应再以暂停 不排除等模棱两可不确定的话术 回应民众对养鸡事业撤销执照的诉求 没有跟乡亲没有共事撤照 但是我们要求厂商一定跟在地乡亲说明 说明清楚 这个我也希望乡亲在真的民理的状况之下 不是说乡亲不民理 而是说乡亲也来听听 因为给厂商机会嘛 不是我花莲先祖必须去走这个路径必须这么走 我必须要要求厂商 因为你之前没有做好 你如果现在不做我就趁你走 这个事件其实会有这么大的民意的反应 就是花莲人因为出花海通车 因为大型产业进驻 因为补风的这个事情 让大家开始去思考我们到底要什么 那这条路可以带我们去什么样的产业 什么样的方向 这条快速回家的路可以带我们到什么样的方向 或者我们想要这条路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产业 那我想在花莲县政府必须要在民意为基础下 以及最适合花莲发展的愿景下 提出一个具体的一个策略 那今天主要在谈是这个 那当然也希望说 因为这个大型产业进驻 它其实造成很多民众的不安心 那包含人身安全的议题 然后包含他们对于环境社区污染 这件事情的担心 以及整个社会氛围的不安 那一个好的政府 一个领航者 他必须要有一个有担当的承诺 让民众的心能够安 那这件事情是我们期待花莲县政府 未来能够更具体的说清楚 什么叫厂商跟民众的共识 那我们希望花莲带来 带来花莲什么样的产业 让我们花莲有什么样的未来心 那这个是很重要的 另外针对花莲县文化局 园区内的拟来广场 作为新建图书馆的位置 杨花美表示 该区是民众日常生活活动频繁的空间 未来若选址该处 将排除现有文化局园区内 其余空间使用的可能性 期盼宪府应该要有公共参与的机制 尊重专业评估 做好资讯公开 开放民众参与 让文化局图书馆 不只是一个民主社会的象征 成为真正具备公共性 滋养创意及社群的新地标 记者蒋邦彦 华林施报导